万斤油陪你油 28号的上午8点半 今天来买点心 在这几百米的范围之内 有三个老字号 这是第一个 百年毅历 进去看看啊 然后之后开这一块 这块 然后再打一打 可以了 没事 这个麻将麻花是咸口的是吧 对 甜咸口 甜咸口 您这是摄像吗 对 摄像 我们这不让照 不让照呢 我收起来 那您收起来吧 好 关了啊 您这是干啥 不管干啥了 您不让照 我就收起来 好 进去了一分钟 就出来了啊 里面这三个大麻说里面不准拍照 不准拍照那就出来啊 这个百年伊丽 因为它也是个说是百年老店 是个中华老日号 嗯 嗯 它是个国营店啊 在国营店里面 你可以碰到各种奇葩的事情 也就是说它为什么不让拍 我也不知道 反正咱就出来了啊 因为也不买他们家东西啊 这个百年伊丽啊 它是应该说是一百多年了 嗯 这个最早是一九零六年是在上海创立了 创立这个百年伊丽的那个最早啊 最早最早的是一个苏格兰人 这哥们儿应该是在船上做厨师了 一个苏格兰小伙子 嗯 然后创办了伊丽之后呢 就做西餐 做面包房 最后发展成为伊丽洋行 嗯 然后这个品牌啊 后来被上海的爱国市民收购 变成了 变成了这个叫民族品牌啊 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嗯 然后在后来就公私合营啊 然后在1951年的时候 嗯 为了支持首都经济 嗯 就嗯 搬迁到了北京 当时一起搬来了 还有不光有设备啊 技术啊 还有四五十个上海师傅 嗯 他和那个北冰洋那个汽水啊 嗯 也是个老品牌 19三几年嗯 创立了那个北冰洋 现在合在一起叫伊丽北冰洋 嗯 你看他那个门头上 有一个北冰洋的那个商标 嗯 他这个都属于伊青食品集团 是一个国企 嗯 他们家就是面包 嗯 面包比较 比较多 比较久 并且是质量呢 是在北京老百姓心中 已经是深入人心啊 你像他那个果子面包 维生素面包 黄油面包 都挺好吃的 在超市里都有 嗯 我喜欢吃他们家那个什么 巧克力微化 嗯 还有他那个拿破仑 嗯 你看这只有几步就到了道乡村 这个叫三河北京道乡村 这个叫三河北京道乡村 扫码进去看看啊 嗯 怎么了 怎么了师傅 咱是要查怎么还怎么着 怎么了师傅 啊 要查怎么还怎么着 不是不是查了 呃 自媒体 啊我以为说要查了怎么还怎么 啊不是不是不是查了 什么事您给我演一下 我帮你也行 啊好好好 嗯 随便拍拍啊 对您要没有特别那什么的话 咱们这能工才让您尽量别拍照 啊啊 啊好的好的 都是那什么的您也理解 是不是 好的好的 嗯 您没事您换了就行啊 好 三杂锅骨骨 三杂饼 凤梨酥 好 乌梅 他们家是那个 啊牛舌饼比较好吃啊 牛舌饼比较好吃啊 我来两个牛丝 再要那个脚花酥 这样子 您干嘛呢 嗯 你干嘛的不让拍照 给门口的那个已经收过了 收过了 对 你干嘛的 媒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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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人吗 还没人吗 今儿再两样 这块两毛包 多少钱 七块两毛包 过来 花肥了 我给你 有一个手带 在买的 有带了 好 谢谢 小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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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草 年约八碗饭 都上市了 可本年销了 没太空 米粉 肉了 没法 apology 好了 拍一下 好 这儿人家说也是不能拍 进门的大姐说 你可以拍 有什么事给我说一声 也就是说还是配合我们 拍了 有这么几样 我就顺手买了牛蛇和爪花树 这也是它们的经典品种 还有个甜甜口 应该是黑麻椒盐 也好吃 它这两个都是中式或者是苏式糕点 还有前边过了路口 有一个叫贵乡村 这个叫道乡村 它们这次还挺复杂了 应该说在传承上都有关系 这个可以聊聊啊 这个道乡村是最早是在 在苏州啊 苏州玄妙灌 灌前街 开了一个 一个 熟市糕点呢 这个一个小店 最早呢 那就叫 叫道乡村啊 叫 应该就叫道乡村啊 应该是最早是 最早是应该是乾隆年间啊 乾隆年间 这个跟乾隆能扯上点关系啊 青 有两大IP 一个是乾隆 一个是池喜 什么好吃的 给它两个都能扯上一点啊 嗯 说这个乾隆下江南 然后又是 这个自己出来转悠 微乎私访 然后看到这一点心店进去 哎 尝了尝 好吃 给人提了一个扁 叫 道乡村 据说这个名字啊 挺有来历啊 说是合伙人呢 之一 嗯 是喜欢《红楼梦》 然后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个道乡村 它就 它就起名叫道乡村 这个在《红楼梦》里面 就是有有有 专 在几个地方有有涉及到这个道乡村啊 啊 园村省亲 然后大兴土木搞那个大官员啊 啊 给公子小姐们 嗯 依然一个院子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炒房啊 柴门啊啊 这给谁住了 给那个李丸啊 啊 就是李丸克子那个 那个那个李丸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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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甲正带着一一帮拍马屁的文人啊 带着宝玉 给他们起名字的时候 啊 带着宝玉 宝玉就说这个叫叫什么 《柴门临水道花香》啊 这是唐诗的一句啊 从这个诗意里面 给它命名为 道乡村 嗯 道乡村 嗯 后来就给李丸住了 李丸呢就 自称叫道乡老农嘛 嗯 探村劫色 开诗色的时候 把这就作为这个活动场地啊 嗯 嗯 后来这个圆村呢 嗯 曾经改名字 给它叫 《幻阁山中》 《阁》呢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草头那个阁 嗯 《阁麻》那个阁 好像这样能走啊 原村也有意思 那那那那那 明明李丸那是人家就是那个 丸就是顽固指定那个丸嘛 是一种沙 它非要换阁 呵 阁麻那个阁 呵 这这这这 这楼啊那毛病又犯了啊 嗯 又又又 开始扣扣字眼了 扣到原村头上了啊 嗯 后来 戴玉 记 宝玉 写了一首诗里面 有一句叫 什么 记不太清楚了啊 叫十里盗花香 所以最后还是 命名为盗香村 嗯 这个一九七几年 一九一七七几年啊 就就就有了 这是真正的两百多年的那个老字号啊 嗯 然后呢 有一个姓郭的一个南京人 嗯 后来到北京来 据说他在 苏州的那个 道香村 学过武艺 嗯 到北京就南殿北开嘛 也叫这个字号 嗯 你叫这个 叫道香村 嗯 这是 一八九几年的时候吧 嗯 那就是光绪 光绪的时候啊 在北京前门大斯烂啊 开了一个这个店 嗯 后来的他们那个 门人 嗯 在这个什么 在他们对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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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开了一家 嗯 它不叫道香村 它叫桂香村 啊 据说是 进货的时候 那个桂花里面 南方 过了桂花里面 有有几个 有十个金戒子 嗯 嗯 就拿这个作本钱 嗯 嗯 开了一家店 叫桂香村 嗯 嗯 嗯 那这是 1911年的事 嗯 这桂香村就前面不远啊 等会咱去 这后来这桂香村 这就 后来就公私合营了嘛 公私合营了 给那个什么 给这都是一家 什么柳全居 天头号 这都 都属于花天 嗯 嗯 1916年 还有一个人 啊 他这个 据说是在 嗯 是也不知道是这个什么 道香村的供应商啊 还是在这学过武艺 他开了一店 嗯 叫 道香村 春天的村 啊 这个店呢 后来也公私合营了 嗯 嗯 他那一块 那个那个招牌啊 是 是 公不若给写了 嗯 现在还有 啊 在和平里 嗯 我曾经去过啊 但是那些大妈 你进去 不敢问他话 你问他话 他就怼你 所以也买 没有买什么东西啊 嗯 对那个印象不深 据说是这个 桂香村 春天的村 这一只啊 啊 后来 传传传 嗯 后来就出了一个叫桂香村 道香村的第五代传人 啊 说是第五代传人 是怎么算呢 这具体不知道 啊 有一位刘先生 在1983年84年 嗯 叫重新恢复了道香村 其实谈不上恢复啊 因为那个 苏州那边 人一直开着了 嗯 那他们的商标是怎么怎么弄呢 嗯 嗯 那就 嗯 嗯 那就是 因为当时有好多这个道香村 不光天津啊 石家庄啊 什么 有各种 几百家道香村 其中保定有一家道香村 他在 商标法实施之后呢 注册了商标 就是道香村 保定这一家道香村呢 就 后来就入股了 苏州的这个道香村 所以这个商标啊 当时他在2003年的时候 授权过给北京用 然后他合并到 苏州道香村之后啊 这个还是给那个 又做了一次授权啊 因为商标已经 已经给到苏州道香村了嘛 嗯 然后就08年又又一次授权啊 但是呢 这商标始终是别人了 始终是这个 呃 始终是这个 苏州道香村呢 嗯 后来就打官司啊 打来打去啊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啊 北京就就判那个 苏州败数败 苏州就判北京败数败 但是后来啊 这商标问题还是解决了啊 也就是说是 嗯 道香村是属于 苏州道香村 这三个字啊 嗯 北京这边呢 使用的是山河 北京道香村 加了一山河 河苗的河 嗯 看这个桂香村啊 这也是中华老字号啊 因为这个是1911年就成立了 尽管也是 是道香村的门人 这块招牌是陈鼠亮写的啊 这个是原来的那个书协副主席 曾经做过中央工业美院的院长 嗯 是一个书法大家啊 那个 咱们看电视联系剧 暑假都要看西游记 西游记那三个字都是 就是这个陈鼠亮写的 嗯 扫码进去 因为这些都是国营店 他们会有各种 嗯 就是所谓的规定啊 他不让你这样 不让你那样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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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咦 什么意思 太凉也不行 32度 这是天厨号的东西 给我来一块拿破仑 别的不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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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块也行 可以 6块5 好 你扫我是吗 我扫那 慢一点啊 嗯 这样我们再过来 好这三家我们都看完了 刚才那个道乡村 北道啊 南道就是苏道那个 那个 凯体的那个标牌 那是不是乾隆写了 我看有点奇怪啊 不像乾隆的字 他后北道这个招牌呢 那就是胡绝文 原来人大副委员长 他写了 行了 也买完了 也买完了 再见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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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odo